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 曾经举办过一场充满悲情的足球赛 因为当时的东道主是德军 所以自然不会像抗美援朝时期 志愿军战士举办的奥运会那样和谐与公平 在这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一支苏联球队和德军的比赛 在这场充满危机和仇恨的球场上 11名苏联球员的心中五位杂陈 到底是全力以赴击败敌人 还是要脚下放水苟且偷生 接下来让我们重温这场与众不同的球赛 看看他们将做出何种选择 1941年底的时候 苏联的基辅已经被德军占领了三个月了 适日有一位名叫科尔迪科的球迷 无意间在大街上看到了 落寞的苏联王牌守门员 尼古拉·特拉塞维奇 在基辅被攻占之后 有大约63万名苏联人被关押在集中营 而特拉塞维奇刚刚被德军放出来 他也知道即使出来了也不会很安全 之后很大概率会再次被逮捕 然后成为奴隶或者救死上命 好在科尔迪科手下有一家当地最大的面包店 并且在德国的那里也有一些特权 所以他给特拉塞维奇提供了一份工作 等特拉塞维奇来到面包店之后 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救下来的人 原来这个科尔迪科疯狂地热爱体育 这场战争也给了他把所有的偶像聚集起来的机会 除此之外 科尔迪科一直都想创建属于自己的足球队 他直接就对特拉塞维奇说出了这个想法 虽然当时特拉塞维奇将信将疑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 他还是选择支持老板的这个梦想 从那开始 特拉塞维奇开始寻找自己以前的队友 但当时很多人都已经走上了前线 还有一些人死在了德军的集中营中 所以最后他只找到了昔日的前锋 但好在面包店里还有几个优秀的选手 时间来到了1942年 德国人创办了一个足球联赛 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百姓们认为 生活在元首的统治下 要比苏联更加幸福 6月7日那一天 联赛正是提上了日程 特拉塞维奇也随即组织球员进军球场 还把队伍的名字命为FC Start 背后的寓意正是俄罗斯 当时虽然有些人认为参加比赛就是叛变 但是特拉塞维奇解释道 自己的比赛会给基辅带来久违的欢乐 并且他们的队服上一片鲜红 自己要让那些侵略者知道 红色的红流是不可能被击溃的 Stat第一场比赛的对手 是11个支持德军的乌克兰组织成立的 结果特拉塞维奇率领自己的战友 以7比2获取了毋庸置疑的胜利 要知道当时他们在面包店里连夜倒搬 根本就没有什么训练的机会 并且他们还没有专业的足球鞋 有的人只能穿着靴子在草坪上跑 但是最后毅然踢翻了那些养尊处优的叛徒 紧接着Stat有了6比2和11比0的离谱分数 干掉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队 这两支队伍背后都有德国人的影子 那段时间基辅的百姓们 都因这支球队取得的成绩士气大震 虽然德国人还想进行纯粹的比赛 可他们发现这支队伍重新凝聚了人心 他们很显然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 所以在后来的比赛中 德国人订了一个价格极高的门票 虽然当时的百姓也不是很富裕 但还是有不少人坚持到现场加油助威 然后在不久之后的比赛中 Stat又以6比0的比分 让德军的足球队吃了个大鸭蛋 并且在后来的十天时间里 他们又将另一支匈牙利球队二度斩于马下 德国人举办足球联赛 原本就是想要拉拢人心的 可现在Stat让百姓们重新团结了起来 形势似乎正在朝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 然而现在他们又不能对那些球员做什么 并且还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Stat和德军再踢一场 这一次必须让他们输掉比赛 时间来到了8月9日 当基辅人民陆续走进赛场时 他们发现看台上密密麻麻全是德军 这时众人才真正意识到 他们肯定不是单纯的想要踢球 不过随着前来观赛的人们越来越多 他们坚信自己的球队会赢得胜利 而在赛场里唱起了悠扬的名歌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时一个德军军官来到了Stat的休息室 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士兵回礼 队员们很显然都没接受这等要求 所以他们在回礼时把手重重地拍在胸膛上 向天空呐喊着体育 之后的比赛十分残酷 德国人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付Stat 虽然裁判就像瞎子一样 虽然不少队员都受了伤 可是在半场结束时还是踢出了3比1的领先 在中场休息时 又一个德军军官来到了休息室 警告队员们如果他们赢了比赛 那就要想想之后要面对什么了 下半场开始之后 双方似乎都心有余悸 德国人害怕Stat的精神 而Stat害怕眼前的这群贵子手 最终Stat以5比3赢得了比赛 队员们也都忐忑地离开了赛场 之后的一个星期十分太平 然而有一天盖世太保突然闯进了面包店 将Stat的队员一个个带到了部队进行审问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 队员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 除了一名队员没有挺过来之外 其他人都没能让敌人抓住把柄 后来Stat中的所有人再次被送去了集中营 然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被接连杀害 队长特拉塞维奇也引恨而终 1943年11月6日基辅解放 现存下来的球员将球队的事迹公之于众 现在在Stat的球场旁边还树立着一座纪念碑 以纪念这些牺牲在球场上的英雄 他们的荣光永远都不会熄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